接着往下 下边的话我们来去安装一下 就是刚才我们下载的那些Python软件 然后我们刚才说了我们是统一安装3.6.5 为什么 因为就是你后期做Web的时候也不用变了 然后否则你可能要装3.7 或者更是高的版本 可能走到Web那块还会再变 所以我们就可以先做安装这个版本 我把我原来那个卸了 然后我在这带着大家重装一遍 然后第一个的话是这样 然后点击右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去 但是刚才下边有一个同学是 把原来的3.7的版本卸载了 后来再去安装的时候就有点问题了 然后如果报就是privilege 就是权限的问题的话 你换一个目录 然后来去试一下 在这儿弹出来这个之后 接下来选择这个部分去 叫add pass python 3.6 to pass 对吧 然后add python 3.6 to pass 就是把这个加到你的一个环境变量里面 然后他所说的一个环境变量是这样子的 在哪儿在计算机属性 在属性里面有一个高级系统设置 这个大家能跟上吗 高级系统客室设置 然后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谁了 环境变量 然后在环境变量里面的话呢 它会有一个pass这样的选项 叫系统变量里面有一个叫pass的这个选项 这个叫系统变量 还有一个就是你当前用户的这个变量 然后那在这个变量里面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都会有一个pass 对吧 然后呢 这个你如果配置在系统变量里面是OK的 然后呢 那就每个用户都可以用了 你可以设置在你当前的这个用户上也是OK的 大家可以看到在你用户这块 因为我是win7 然后在这一块的话呢 是不是就在上面 然后去设置了一个这个安装的路径 当然这个路径的话 是我原来装的webstorm的 大家先不用管 然后呢 还有一个就是在pass这块 大家一会儿来去观察一下 我们装的python3.6.5 然后是在哪个路径下 然后在这儿的话呢 我有这些版本在这个上面 然后呢 那我们接下来先安装 然后看一下后边这块 打上这个对勾记着 把这个对勾 然后给它打上 然后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install no 还有一个叫定制安装 就是自定义安装叫做 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然后这个叫现在安装 安装就安装在这个路径下了 只要安装就安装在这个路径下了 还有一个叫自定义安装 就是我自己指定路径 不一定就装在C盘用户的这个目录下了 然后呢 我还可以装在其他的目录下 都是OK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第二个 如果你上边这个是C盘 你有这个权限来去操作的话 也是OK的 然后这是第二步 第二步这块我们不用选了 这是Optional可选的一些特点文档 Pipe 这个Pipe必须要勾上 然后一会儿我会给大家来去讲解 Pipe是什么 这个Pipe必须要有 因为它叫Python的包管理器 它叫Python的包管理器 好 Install pipe 然后呢 它就能够下载并且安装另外的一个Python的包管理器 在这一块 然后接下来再往下边选Nest Nest这是升级版本的选项 是不是 Advanced Options 然后下边是安装对于所有用户吗 这些大家默认是什么就是什么就OK了 这个默认是什么就是什么就OK了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不是叫做自定义你安装的location 是不是它的路径了 然后你看默认情况下 它是不是还是在C盘的这个路径下了 是不是 然后呢你可以去指定它的一些路径 比如说我C盘如果安装的时候 报Privilege的错误了 然后那我接下来能不能安装在其他盘 因为我只有C盘啊 然后我因为是做的一个虚拟机环境 所以的话 然后我就装在其他的默认目录上了 但是如果大家 如果大家啊 你再去安装的时候 然后有其他的目录 你想装到其他的目录上也是OK的 不过你如果能够装在默认的 最好装在默认的 后边再去做各种操作上比较方便了 所以在这一块给它选择install 对吧 install的话 接下来它在这块就去执行我们当前的这个的安装部分了 装就就装了只要不报错就没关系 可以看到是不是就是安装成功了 对吧 安装成功了啊 那安装成功了之后呢 接下来打开环境变量当中 去看一下它有没有去给我们添加哪些东西去 环境变量 然后再打开一遍啊 说一下 计算机点右键 找谁啊 属性 是吧 然后在这有一个叫高级系统设置 对吧 高级系统设置 在高级系统设置里面 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环境变量 因为我们当初安装的时候 是不是已经打上那个对勾了 然后所以它会自动拜一些相关的命令 给你设置到这上面 但是如果你不打对勾 就剩下就是你得自己配置了 所以在这打开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给我们装在我的当前用户的pass上面了 还是装在系统上的pass上了 所以在这儿就是双机打开 双机打开之后呢 在哪 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 就是我打开的是用户的变量 大家看用户的变量的pass下边 我这一块是不是没有 你可能连pass都没有 因为我在装其他软件的时候 它会自动产生这个pass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再往下找 找系统变量当中 是不是也有一个pass 对吧 在这个pass当中 然后呢 那你可以干嘛呢 Alt A一下 Ctrl C 是不是啊 然后呢 给它复制下来啊 然后呢 去看一下它里面有没有我们的python的设置 然后如果在这一块的话有或者没有的话呢 在这一块再来去找它有没有关于我们刚才python的一些其他的设置部分啊 好了那于是我打开一个记事本把刚才的这些东西给干嘛过来啊 然后粘过来大家来去看一下在pass里面有什么 我简单介绍一下那个pass啊 好那我们接下来 在哪了 我们接着来去看啊 这儿我们没有看到 那到底它有没有装成功呢 我们接下来在这一块继续来去看一下 刚才再去安装的话 应该是装在我的用户的下边 APP data 是不是 然后有一个local 而在local里面的话有一个谁呢 在这一块 叫 这个叫programs 是吧 programs里面有一个python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python在那留 这个是不是就它默认安装的这一块了 默认安装在这个路径下 而在安装的这个路径下边 它包含这些东西 一个叫dlls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里面的话呢 都是它的一些内置的一些库文件了 在这一块 然后还有doc就是我们勾选的时候 是不是有一个叫文档 对吧 叫documents 这个你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双击打开就可以看到它的各种文档 关于它的一些内置的说明了 然后在这儿就有它的一些文档 比如它里面讲谁呢 讲array 是不是就讲array这个数组部分了 是吧 然后你可以打开这个文档 然后来去找或者去搜索一些你想找的操作符 对吧 然后比如说我想找int 它在这儿是不是就能够给你找到int 然后并且给你介绍int相关的一些东西了 是吧 然后在这儿就能够打开intlay了 是吧 int的这个函数了等等这些 这个是文档部分 然后接下来的话在这一块 是不是还有它的一些包含 它所对应的一些依赖 大家可以看到是不是都是一些.h文件了 好那接下来在这一块的话 还有lib lib的话大家可以看到挺大的 是不是啊 lib85.5兆 然后这个的话大家知道library library是什么 是不是就叫cool 是不是啊 library的话呢 可能叫图书馆啊 啊 然后呢 那在这块打开 大家可以看到你用的各种东西都是从这儿导进来的 比如说我们后期用到urlib 啊 然后里面的一些什么.py文件 其实我们后期编程所用到的内置的一些东西 然后系统自带的一些东西都是从这个库里找的 啊 比如说我们在这一块的话呢 会用到一些python自带的啊 比如说在这一块有谁呢在这儿有html是吧 有json啊 然后有数据库相关的对吧 然后有网络访问相关的 还有他下边没有放到包里面的其他的一些.py文件 这些的话都是系统已经给我们封装好的 比如说我们后期会导入os 对吧 这儿是不是就有os.py了 所以你就可以认为这一块的话呢 叫做一个图书馆 图书馆里面放的是各种书 而这件书你需要是不是就献查就好了相当于 那个现在python 然后你把解释器装完了之后啊 在这再加一个说明 刚才我们在这儿是不是装了一个谁 叫python 3.6.5 是不是啊 好 那在python3.6.5里面 他除了装了一个解释器之外 那在你装的这个里面的话 他还包含了哪些东西呢 大家看他还包含了一个 lib lib的话其实就是他的内置库了 是吧 所谓内置库就是你在用解释器解释东西的时候 哎我还给你提供了一些内置的东西 然后供你使用 那就相当于啊 你现在要去加工 对吧 比如说你要炒一盘菜 然后呢 接下来你就要用那个锅 比如说那个锅就叫解释器 你现在是不是就要用这个锅 然后来去炒菜了 但是的话呢 你除了需要自己准备一些蔬菜之外 我的一些原材料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然后灶 就是那个煤气灶 是不是也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盐也准备好了 你是不是只需要提供蔬菜就好了 而蔬菜就是我们自己编成的东西 然后呢 接下来锅有了 然后呢 盐呢 然后燃气也有了 然后你再加上你自己买的菜 是不是就可以 然后造出一盘菜来了 啊 所以在这块 它表示啥意思啊 这个酷的话呢 就是我们再去用解释器的时候 必须的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你要炒菜没盐行吗 是不是啊 没有燃气造型吗 是不是不行了 所以它就会依赖于一些这种 然后内置的东西啊 所以就是你有了解释器 解释器还要依赖于我内置的酷 而当你在一安装谁的时候 Python 3.5的时候 这些东西是不是都给你干嘛了 是不都给你装好了 你无需去关心买盐啊 然后弄燃气的问题 你是不是只需要说你要炒什么菜 只需要准备那个菜就好了 啊 就是这意思啊 好了 那因此这个是谁 Python 3.6.5 然后呢 接下来在这 再来去打开我们这个里面啊 然后还有谁 大家看 还有一些libs 这个的话就是它在 本身解释器运行的时候 所依赖的一些东西了 然后主要就是大家知道 library 这个就是它的一些类裤了 然后大家看还有一个叫谁啊 scripts 对吧 scripts是什么啊 来双机打开 大家来去看啊 在这个里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些 BAT的一个这种执行文件 是吧 然后除了这些执行文件之外 大家还可以看到有谁啊 是不是还有PIP了 可能大家里面没有我的多啊 因为我啊 原来是在这个安装目录当中 因为我是刚才把我原来的那3.6.5给卸了 然后卸的话 它可能这文件夹里面一些自带东西没有卸干净 啊 然后呢 现在一装它是不是还有 可能大家没有这个什么 WATRO 因为wrapper了 是不是啊 没有什么jango admin了 可能没有这些东西啊 然后呢 但是大家至少这几项是不是有的 是不是PIP是不是肯定有了 好那接下来我给大家讲解一下 PIP是干嘛用的 为什么它非要有scripts 这个scripts文件夹里面 然后放的是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一块啊 这一块的话呢 就是有一个pipe 然后那我们在这一块知道 然后只要你去装解释器 哎 它还给你带了一个谁啊 叫PIP 对吧 这个pipe叫什么 再给大家加一个括号啊 这个pipe叫包管理器 这个包管理器是干什么的啊 我们说接下来的话呢 我是不是给你提供了一些内置库了 但是呢我们说python的话呢 它又是一个可扩展性高的语言 叫可扩展性比较高的语言 它所谓可扩展性是指你需要什么 是不是就可以把你所需要的给干嘛过来 下载过来 那我怎么下载到我的库里面呢 就是说我再怎么把它下载到我的这个library库里面来 啊 然后呢 那接下来library这是内置库 那我接下来需要不需要内置了 我需要外来的一些帮助 对吧 内置库说说明它是不是一安装就有了 但是呢 可能我内置的这些不能符合我开发的需求了 我接下来是不是还需要引入外在的 就像那些踢球一样 是不是有时候会引入外缘了 是吧 那一样啊 我内置的这些不能符合需求 我是不是就可能需要一些外缘过来了 那接下来谁帮你去找外缘去啊 pipe pipe的话就需要 它就可以帮我们去找到这个外缘去 所以呢这个pipe它是一个命令 大家可以看到它叫谁 它刚才在那块是不是叫PIP.exe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文件夹里面的话 它是不是叫PIP.exe了 既然是.exe的 大家都知道它叫什么文件 对 它是不是应用程序的可执行文件了 所以呢我们在这块就知道了 算是PIP都是可执行 因此它是一个命令 所以它就一会儿我带着大家来去说 这个可执行文件 然后我们怎么来去用去 那大家首先知道PIP是干啥用的就行了 先一会儿我会带着大家慢慢的把这个都会走一遍 PIP其实就是呼叫外缘的 我需要外缘过来 那我就相当于要增加我的一个可扩展性 那我用谁来帮我来去扩展东西 就通过PIP 然后去管理你的包去 然后管理包是指什么意思 它可以呼叫呼叫就可以 然后增加外缘 然后但是我不需要了 我还可以把外缘给干嘛走 对删除走 这个都是你的PIP的一个功能 这个都是PIP的一个功能部分 好了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在这说看完它的这个文档之后 大家知道它里面有一个PIP 那接下来这个PIP怎么用 然后我们接下来把这一块 这个TLC都是它内置的一些东西 这个我们就不用深究了 还有这一块的东西 然后那接下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除了这堆文件夹之外 是不是还有一个Python.exe 对吧 好那于是我们就知道 只要我一安装 可以看到安装目录里面的话 有一个叫Python.exe 是不是 然后那Python.exe 然后还有你的Pipe.exe的话 都叫可执行文件 那我怎么用这个可执行文件呢 好了来去看一下 这时候的话你可能就要打开你的DOS 是不是打开你的这个命令行部分了 打开它 大家看就会弹出一个黑窗口来 对吧 它默认是不是在哪了 是不是就是用户 你当前的用户下边了 默认就在当前的用户下 这个大家能跟上吗 好那接下来我们能知道你的倒死命令有哪些呀 你用过的倒死命令有哪些 C.D. 比如说我可以C.D.到一个目录下 是不是 好我塞这块 然后C.D.一下 然后塞这可以C.D.到哪了 比如说C.D.点点 是干嘛的 回退的 是不是就回退到我的上一级目录了 那明白什么意思吧 所以在这儿简单的补充一下啊 你的一个什么倒死命令部分啊 然后倒死谁啊 在这儿命令是吧 然后呢 简单的一些倒死命令 我们要能够明白啊 比如说我们C.D.是切换目录的 对吧 它是切换谁的 目录的啊 然后目录的 那怎么来进行切换呢 我们在这儿就有C.D.点 这个C.D.这是Word的文档自动变大写的啊 正常情况下 小写就OK了啊 C.D.点点表示什么意思 切换到当前目录的上级 是吧 它表示切换到上层目录啊 比如说我刚才是在C.盘下的 哪个目录下了刚才是 users下的 刚才我的这个目录下 如果我要在这个目录下 敲一个C.D.点点 那它接下来 是不是就跑到C.盘下的谁啊 users下 然后一个箭头 是不是就光标就在这儿移动了 嗯啊 啊 那因此我们在这块就知道啊 当前在这块它在这儿 那我们C.D.还可以怎么用 比如说我说我就要跳转到哪个目录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是不是C.盘的这么长目录了 嗯 好我在这儿复制一下 然后C.D.点粘贴 然后呢 是不是就要C.D.到C.盘的这么长的目录下了 嗯 啊 然后在这儿一回车 大家看它是不是立刻就切换到这个目录了 嗯 是吧 那它就会切换到当前的这个目录下 所以你还可以怎么来去用呢 在这儿就是C.D. C.D.后边是不是就指定的一个目录路径了 嗯 这个你想跳到哪儿指定的目录路径是不是啊 啊 这个必须是一个路径了啊 然后呢 那接下来在这块说我要想向地盘跳转怎么办呢 那你C.D.是不是叫地盘下的什么什么路径就OK了 但是大家发现我这儿因为没有地盘啊 所以我在这块给大家来强调一下你怎么做啊 C.D.你要敲一个地盘你可能看到它还光标是不是还在这儿闪动着呢 那怎么办呢 敲一个D冒号 是不是啊 然后就会切到地盘的那个目录下了 嗯 再说一遍啊 比如说我现在是不是在C.盘下呢 嗯 然后在C.盘的哪儿下呢 比如说在这块它的杠都是朝这边的是不是啊 然后我在这块也都给它改成朝这边的啊 然后它现在是不是在C.盘的这个目录下了 嗯 假设说啊 以这个为例 然后说 我现在在C.盘的这个目录线 我接下来是不是要切换到D.盘下 我有一个叫Python的目录 我现在是不是切换到D.盘的这个目录下了 嗯 那但是你一敲回车可以看到它还在谁那儿啊 对 是不是它在这块是不是还是在C.盘的这个上面了 嗯 是不是啊 那怎么办呢 你在这就敲一个D.冒号 再回车一下 它就会跑到D.盘的Python这块了 大家要知道 然后再切换不同盘符的时候 它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 所以呢 它在这块就会跳到这个目录了 正常的话 C.D.一下 它是不是就会跳到这个目录了 但是它如果是一个C.跳到D.上 它不会立刻切换 然后那你接下来的话呢 在这儿就C.D.这项 然后你要跳到D.盘 这儿就输D.盘号 如果想跳到E.盘呢 是不是叫E.盘号了 嗯 是不是啊 就是E.盘号这样来去写了 然后你在这儿是不是再输其他的命令了 好 第二个命令 然后给大家说的叫什么 叫D.I.R 创建目录 不是 D.I.R不叫创建目录 叫浏览目录了 D.I.R叫浏览目录 比如说我在这儿敲一个D.I.R一下 然后呢 如果你是苹果本的话 然后输LS-AL 它苹果本Lineal操作系统 跟这个是不一样的 我们Windows系统敲一下这个 它就会把这个文件夹下 就是你当前是不是在Python36这块了 嗯 在这个目录下的所有的东西给你浏览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到你通过目录在这儿来去看 跟你接下来在这儿看 看到内容是一样的 大家看它是不是有D.D.L.S 什么News 什么等等这些东西了 嗯 而你现在在这块来对比着看一下 它在这儿是不是也有D.D.L.S D.L.S D.L.S 是不是都这些东西了 嗯 只不过呢 大家在去看的时候 这儿是不是会有一个谁啊 D.L.D.L.D.L.S D.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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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一个命令 但是的话常用的一些命令 大家了解一下 可能大家经常在目入新建一个文件夹了 嗯 其实你这样做的一个同样的一个一个过程的话 跟你在哪儿来去做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现在跳转到CD 不是C盘下的我换一个目录啊 我就不在这儿建文件夹了 省得到时候会影响它的问题啊 然后我就切换到C盘下 它是不是有一个FOO这样的一个目录了 嗯 我要切换到C盘FOO的话 是不是就FOO一下 回车 大家看它这时候是不是就进到这个FOO上面来了 嗯 然后呢 那我接下来是不是就要去创建谁了 是目录了 那我怎么创建啊 是吧 MKD啊 嗯 然后接下来跟的是一个文件夹的名字 啊 比如说我在这儿创建了一个文件夹叫谁啊 TEST 是吧 然后在这儿回车一下 大家看立马这儿是不是就多出来一个文件夹叫TEST了 嗯 啊 所以你也可以干嘛呀在这儿这个叫浏览 你的这个目录了是不是啊 然后我当然还可以去MKDIR是不是去创建一个新的目录 是吧 新的这个目录部分 那还有什么命令呢在这一块 比如说在这一块有删除 删除怎么说呀 啊 然后呢 那我们在这块就可以看它有RM谁啊 DIR 其实RM是谁的简写啊 REMOVE 是不是啊 MK是谁的简写啊 MAKE 对了 然后这一块的MK其实就是MAKE的简写 它是不是就给你简写成MK了 嗯 啊 然后我还可以RMDIR 然后那接下来在这一块这个RM表示REMOVE 然后它在这对应的是不是就是RM了是吧 然后RM的话它表示什么意思呢在这一块 删除是吧 目录 好那我接下来在这一块能不能把刚才的那个删掉啊 然后来一个TEST回车一下是吧 那接下来有没有删除掉你DAR一下是不是浏览一下 一看啊就剩下BAR这个目录了 嗯 对吧 好那我们还会经常用到一个网络相关的 网络相关的 比如说我要看一下我当前电脑的IP地址怎么说了 对了IPPENFIG 是不是啊 好那我接下来在这一块是不是就查看你的IP地址了 PENFIG 啊 回车一下在这儿是不是就能看到 我的IP地址是不是就是187了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查看你的IP地址 查看你的IP地址 是不是啊 然后呢你还可以用PEN PEN是干嘛呀 是不是PEN通你的一个网络呢 是不是啊 那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在这一块是不是就可以这么来去做啊 叫PEN啊 我扔了一次包 我扔了一次包 是不是没收到 他响应 又扔一次没收到 又扔一次又没有收到 扔四次不收到的话 他会告你这个 你发送了 你发送了四次包 然后接收了 四次丢失了 谁啊 这么多 我接收的话 是不是就表示我收到回复 但是只不过回复 是不是就访问目标主机 就是了 是不是啊 好 那因此在这一块 大家知道这个是测试你的网络的啊 测试你的网络是否畅通啊 然后测试你网络能不能连上对方的主机 网络连接的啊 好 大家可以看到我为什么能够用这些命令啊 知道为什么吗 我为什么能够用这些命令呢 啊 然后为什么我在黑框里面一敲哎 他就能够识别我这个命令 对吧 然后那我们现在就要去看一下在哪在这一块 来去看啊 在我们刚才的环境变量 这时候就要跑到环境变量这块来了啊 在环境变量当中 刚才我是不是把pass这一块 是不是给你粘贴过来一下了 而在你粘贴的这个目录当中 看这儿应该并比较清楚啊 在粘贴过来的这个目录里面 它是不是有这些 是不是叫system root 然后有一个system32 是不是 还有一个system root 还有system root-32-wbem 或者system root 什么system32 依次类推 是不是就有这么多的目录了 好那之所以我们能够用这个命令 然后呢 是因为在他的环境变量当中给配置了这个东西了啊 那于是我们在这块来去找来去看啊 我之所以用是因为你一装操作系统 在他的系统的环境变量当中的谁那块 pass这块已经给你配置好了这些东西了 所以你可以用那他在哪儿了找一下呗 来我们来找一下啊 c盘系统的目录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是不是这有一个windows了啊 那这时候就想了什么叫system root 是不是好那你就可以去环境变量当中找嘛 对吧在这儿的话你就可以找一下有没有system root的这这种配置了啊 其实他在这儿是不是就引用你系统的这个变量部分了 你看他给你显示的system root 但是他在这儿是不是正确给你显示 是不是c盘windows什么什么什么了啊 好那于是我们在这儿就找呗 c盘windows跟着我看啊 然后在这儿是不是有一个叫system谁啊 32 是不是 在system32里面的话是不是就会有这么多的内容 是不是在这个里面了啊 有这么多的什么dll 然后等等一些东西了 是不是啊 好那这时候我们就要去找了 说我现在用的那个ipconfig 或者用的那个cd或者pin那个命令 然后是不是在这个里面的 对吧 然后那你接下来在这块是不是就可以搜索一下啊 然后我们在这儿搜一个pin是不是啊 搜一个pin去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是不是在system32里面 是不是可以看到有一个叫什么.exe啊 pin.exe 好我们再来去搜索去啊 搜索谁呢叫ifconfig 不是if叫ipconfig linear操作系统当中叫ifconfig 或者mac操作系统 然后就用ifconfig 但是在我们的ip这个里面的话就是ipconfig了啊 在我们windows系统 大家看我又看到了一个叫什么 是不是叫ipconfig.exe 啊 那我们就知道了 其实操作系统的system32里面 是不是我之所以能够在这儿正确的用这个命令 是不是就因为在我的环境变量的哪儿 里面是不是已经指定了这个命令的路径 是不是就在system32上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可以用这些命令了 嗯 啊 所以大家你如果啊 不害怕丢失 你可以干一件事 就是把你pass后边这些东西全部给他删掉 啊 如果一删掉你再用的话会崩溃的 为什么啊 然后你要是把pass后边这些东西然后给他全部清空了 对吧 对吧 那这时候的话 你再去用各种命令在这儿敲各种命令都会告你啊 为识别的 是不是啊 我随便给你敲一个啊 比如说我在这儿随便敲一个字啊 你在这儿就会看到这样子的 不是内部或者外部命令 是不是啊 为什么提示这些就是因为你是不是把我找命令的路径给干嘛掉了 删掉了 因为删掉了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就找不到了 啊 所以我现在找不到了 那之所以现在我能够用命令 是不是因为他在pass路径上呢 啊 好 这些问题又来了 我刚才用了一下谁了 Python 对吧 Python能不能用呢 Python是不是也是.exe的文件了 嗯 是不是这样啊 好了我先暂停一下保存一下 我